2023开年 随着开小灶和肖战的高调续约 开始第四年的合作之旅之后 一向十分低调的德福 也选择和肖战继续携手走下去 很多人说肖战的高续约率让人叹为观止 不过相对于其他肖战合作的品牌方来说 德福在签约的这一年里表现过于低调 很不活跃 一年了也不见多少物料和推广 能够续约还真是意料之外 可是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 每个品牌有每个品牌的文化定位和个性 以及自己的销售模式 不声不响的续约 足见和肖战合作的这一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 是达到甚至是超出合作预期效果的一年 只言厉 莫谈情的残酷市场规则之下 代言人能实实在在体现其价值 是被继续选择的黄金标准 业内人士也说 其他艺人追着品牌跑 只有肖战是品牌追着肖战跑 能够得到他的青睐可是十分不易 他对品牌的选择十分挑剔严格 和合作过的老朋友继续携手 也省去了很多麻烦 有之前良好的合作基础 大家更是对彼此有着充分的了解和信任 继续的合作也会更顺心愉快 许约的宣发物料拍的也是特别有心 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这个短片虽然只有150秒 但是为了这150秒 150天之前就开始筹备了 从夏日走到深秋 11月初来到特别有意义的城市重庆拍摄 不断地打磨拍摄细节 为了更完美地呈现 由于种种原因搁置了 12月份到杭州迎来重新的拍摄 为大家送来一份圆满的福气 视频中的巧克力店 品牌方就搭建了两个 一个在重庆 一个在杭州 全力以赴的努力 就是为了把完美的新年祝福送给大家 也体现了对肖战的诚意和尊重 这个品牌和肖战的气质也非常契合 纵享丝滑 感受美好 健康是福 平安是福 快乐是福 只要用心去享福 生活处处都是福 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肖战和得福一起福气满满 福在身边 年年得福